《伍佛无门》 《伍佛无门》 《为人自造》 《善恶之报》 《如影随形》 《伍佛无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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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时大家好 感应品善报 最后的一段 这个《慧编》做了一个结论 道教的修行 古报就是沉心 佛法里也只有《楠言经》上说到了这段词曲 通常佛法里面都讲六道 唯独论言讲七道 六道里面再加了一个仙道 经上讲的十种性 他这个汇编里面都揭露了在这个地方 诸位可以参考 可以看看 而道家本身 讲这个仙道 他也有高低层次不同 他最低的是鬼心 鬼里头有仙人 那么其次呢 人心 地心 神心 天心 最高的讲到天心 就是我们佛家讲的天道 我们看他讲的神仙 天心 很像这个欲界天 像这个四王天 逃离天 而天心高的可能达到色界天 那么这是修行的果报 那是修行的果报 儒家 西求的圣人 行人 君子 佛家寻求的是佛 菩萨 罗汉 可见的修行 他都有个目标 希望能振胜苦 这三教 古报 高下 又不同 修行的功夫有差异 但是若是从断卧修善 极德累功上来讲 都是一致 那么由此 我们也能够体会得到 极德累功 断卧修善 这个里面确确实实 功夫有亲身不同 有广辖不同 所以果报也有很大的差异 佛家能够达到究竟的果报 就在菩提心 菩提心 我们虽然听得很多 这个名词很熟悉 可是 说到究竟处 我们还是茫然无知 名词的含义 太深 太广了 不是我们思维 想象能达到的 凡是思维 想象 凡是思维 想象 是一个范围 这个界限范围呢 就是佛经讲的思法界 突破思法界呢 才叫一真法界 我们现在这一关 不容易突破 我们都是一时在做主宰 用一时修行 修到最高 修到最严满 也是天台家所讲的 相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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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摄法界里面的四圣法界 是相思维 虽然是不究竟 不圆满 也不容易证断 天台家讲的观行位 天台家讲的观行位 我们通常讲功夫得力 观行位不能出六道 可以身欲阶阴 四阶阴 乃至于五四阶阴 不能出六道 相思就出六道 不能出十八阶 由此可知 修行正果 实实在在 不失一桩容易思维 唯独 专制 修学净土 这个是得佛力加持 那我们又要想一想 我们凭什么得佛力加持 在《网神经》里面告诉我们 凭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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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符合佛讲的标准 佛所说的标准 神迹就是今夜三复 我们怎么晓得 《网神经》里面唯提西夫人 禁弃这些事情 详往生到善处 求释迦牟尼佛指点他 佛以神离将摄方诸佛刹土 示现在他面前 就好像我们现在看电视一样 让他自己看 看了之后 他自己选择 他选择西方极乐世界 世尊对他的选择非常赞叹 这是智慧的选择 选择之后 怎样才能够生到极乐世界 那么佛在没有说往生的方法之前 先说敬业三复 说完之后 佛告诉他 这三条 是摄方三十一切祝福 敬业真因 这一句话重要啊 非常非常重要啊 使我们明了 在佛法里面 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 你要想正果 这三条是基础啊 不管你学哪个法门 你都要以这个三条做基础 你才能成就 三十一切祝福 敬业真因 那我们就晓得了 无论修学哪个法门 能不能成就 就观察这个三复 你有没有做到 没有三复的基础 修哪个法门 都不能成就 念佛也不能成就 也不能往生 于是我们就知道 这个三复太重要了 这个是佛法修行的根本法了 有了这个基础 神一信 切愿求生 就是决定的神 如果没有这个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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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一生呢 纵然念佛也不能往生 但是佛呢 绝不是白念 会得人天福报 那么我说 那么我说人天福报 也一定要与十善业相应 才能得人天 如果念佛心形不善 还是有佛报 这佛报在鬼道 出生道里面就享受 地狱到了 纵有福报 也没办法享受 地狱是决定没有福 可是你修的福 不会失掉 地狱出来之后 对鬼生 或者对出生生 对人生 佛报还会兴起 这个 诸位从齐居寺这几天讲的故事 能够体会得到啊 他说天母山 有一些从地狱刚刚出来的 那时造五逆十卧罪 躲地狱 地狱的时间很长很长啊 醉受完了出来 出来之后 他们现在在轨道啊 过去 是 约定于福法 有很深的缘分 所以从地狱出来 做鬼啊 还知道修行 找一个清净修行的出所 他是附在人身上 传达这个讯息 他说的很有道理 山上固然有不少人 他不敢附身 这个附身呢 对人身体 语言气 有很大的损害 所以他一定要找个身体强壮的年轻人 身体不好 体力散弱的人 他都不找他 他还是有慈悲心的 不随便的 不随便的伤害 所以从这些地方 我们很清楚 很明显的能够观察到 体会到 这些事实都是真的 不随便的 决定不是假的 所以齐居士这次来 真的是佛菩萨叫他来 给我们做证 做见证的 如其说他到这个地方来 取经来参学 不如说佛菩萨派他到这儿来 给我们做见证 正掌我们的信心 希望我们的同餐道友 将来有机会到天目山去参学 帮助这个道场 把这个道场恢复 我们晓得这个道场 有佛菩萨住在那里 有许许多多 我们肉眼看不见的人 在那里休息 甚至他还透出消息 还有出生在那里休息 还有出生在那里休息 就山上有佛法 由此可知 佛法里面所说的 不分足力 一律平等 鬼也好 畜生也好 只要是真修 都得祝福护霓 护法善神保佑 如果不是真修 心形不正 他说的好 出家的老和尚 八十多岁的老和尚 都被赶下山 我们听了 心里面很明白 也很安慰 只要有祝福菩萨 所在之处 那个地方 就是佛地 这个地方 就是保障 不会有大灾难 那是中国人的福报 佛菩萨 神仙修行的出所 都是绝佳的圣地 我现在是被 失明所累 行动不变 要不然我听到了 我一定去上山 我去参学 希望同学们 要记住 这是个好地方 过去 我们也曾经听说 中国有许许多多 殊胜的道场 但是感应 灵验 我们所闻的不多 尤其这样明显的感应 我们很少听说 我们知道 这是佛菩萨 视线给我们看的 增长我们的正念 善心善业 勉务我们 在这一生当中 决定要有成就 使我们拨持感头 更进一步 这一段 这个汇编里面 住的虽然 不算太多 但是 但是 句句都非常精彩 都是取自于佛经的 真是经典里面的精华 希望同学们 自己去看看 幕后 他去万善同归基里面 两句话 万善 是菩萨 入道之资粮 众心 那祝福 祝道之 接替 这个两句话 非常重要 舍佛的同修 不那么有善心 不那么有善意 善心善意 表现在日常生活当中 就是重心 心意 变成行为 也就是善心 那么这两句话 我们换一种说法 善心善意 是菩萨 修行正果 必要的条件 必要的条件 善心 是一切祝福 祝道的 借梯 借是阶级 梯是楼梯 就是不住向上提升的因素 祝福 祝福 就是常讲的 这一切祝福 善行 善行才能帮助你提升 超越四十亿个阶级 等得究竟圆满的佛果 有靠善行 善行 善意 善行 我们一定要学习 依照经典的标准 在我们现前的阶段 我们的标准就是三佛 三佛里面讲的是善 讲的三规 讲的仲介 戒律 最后讲的菩提心 身心因果 把善行 善意 善行 全都包括这些东西 一定要顺从佛的教会 一定要顺从佛的教会 彻底放下 彻底放下 随圣佛的教会 我们这一生才会有成就 才不会困固 好 今天到这个地方呢 我们把这些大端 介绍过去 下面从第三十七 这是第四个大端 说的是恶报 好 今天我们去讲的视频 好 今天我们去讲的视频 好 您好 好 您好 一些靠这么多一点 这些都是幻想的